明天郭台平本來要殺到了台中去 殺到台中幹嘛 31號要在大亞區 亞談夜市舉辦一個肇事大會 跟後援會成績大會 台中人站出來 台中人站出來 支持郭台平 那是一個很大的聲勢 你不是在台北 你可以殺到台中 你還可以殺到嘉南 你還可以殺到高雄 高高平 就沒有想到 突然 剛剛講的 我們剛剛民調往下滑 氛圍改的變 然後我看到大家對他見面親眼 然後說明天沒有了 他說明天 我們這個後援會取消 造績大會取消 為什麼取消 颱風要來 不對啊 颱風有去台中嗎 是 保雷哥 大家講說地方派系 對風向很敏感嘛 對不對 這也太敏感了吧 你看一下那個颱風路徑圖好不好 那個颱風是往來走 他連台灣的南部 都沒有碰到 你怎麼會去影響到台中 所以當然 這個敏感的不是說真的物理上的颱風 是政治上的颱風 我先講 所以明天真的 台中有一批人本來要集結起來 要去挺郭 那這批人到底是誰咧 對嘛 所以這個叫什麼 抽腿了嗎 我先來介紹一下大雅這個地方 各位 大雅有一個人叫大雅王 這個大雅王是誰 就是這個吳顯森嘛 今天段維宇是三綱 郭台銘的台中後援會會長說 我來瞧 我來幫他辦 但真的是他主事嗎 其實不是 是吳顯森說來來來 因為我兒子 還在國民黨裡面 我不方便處理 他兒子叫什麼 吳承賢嘛 他選市議員 他已經選上了 說來來 那你段維宇去處理 但各位 地方上知道吳顯森都知道 他個性 加衝就衝 做事情非常心狠手 非常果決 非常凶感 對 光是國民黨 他也沒放在眼裡 幾進幾出 幾進幾出 愛退黨就退黨 我愛加入國民黨的國民黨 根本沒有人拿來批條 大雅王 大雅王 因為大雅這個地方 就是他說的算嘛 但是你看喔 所以今天難道是段維宇說 颱風是颱風嗎 當然不是嘛 是吳顯森在後面 聞到了不尋常的風向 怎樣不尋常味道 你看一下剛剛我們講的 郭台銘的民調嘛 調到多少 9.7 10%都不到 那現在地方排戲誰 全部都抽腿了 對不對 張榮慧也抽腿 對不對 周典論也不敢講話 那這個謝典也不敢講 他當然有聞到這個味道嘛 更何況 你要知道吳顯森不是自己一個人 吳顯森後面還有誰 還有黑派 他也不是說自己一個人就稱霸這個地方 他是黑派的 當然嘛 黑派 他過去在罷免陳柏惟的時候 也是挺高低嘛 還送了一台LED車 那時候去幫助這些團體 就是要把陳柏惟罷免掉 後面還有誰 言清標董啊 還有誰 張清照是一政副議長 雙雙表態說什麼 說我就是支持侯友誼到底嘛 對不對 那你看 過去吳顯森還曾經挺郭台銘 挺到什麼程度 對不對 說不是他不要喔 是你看喔 吳顯森還說是 郭台銘說是這個國民黨 不要跟我合作喔 國民黨不合作 不是我不要 對嘛 你看他挺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我就講 那你就辦吧 為什麼這時候不辦 所以顯然是這個味道不對嘛 第一個現在地方派系 到底還站不在郭台銘這邊 他也要看頭人也是有分大小 地方派系也是有大有小的 不是說大家超白的 對不對 今天言清標跟吳顯森誰大 今天張清照跟吳顯森誰大 我就不講了嘛對不對 大家心裡清清楚楚知道明白 所以最後面末端這個段維宇喔 基本上他的話不用談 他的表態只代表說 大雅王對於郭台銘獻金的態度 否則我就舉一個例子 所以說段維宇講說 明天在大雅夜市這個造勢大會 後援會成立大會 取消 這不是他能夠決定取消的 他決定取消就是確定取消 但取消背後有很多故事 取消背後一定是要看吳顯森嘛 他如果沒有去跟他大哥請示一下 點個頭 能答應嗎 我舉個例子就好了啦 段維宇今天誇下海口說 欸 郭台銘連署我隨便都幫他弄兩萬張來啦 我這個區域我沒有問題 你知道嗎 他的兒子去年在選市議員的時候 只拿了七千票啊 還落選啊 所以是吳顯森的兒子連任啊 打當選啊 所以你就知道到底誰有實力 誰沒實力嘛 而且吳顯森這個人他不是會趨於說什麼 哎呀這個脅迫或國民黨叫我幹嘛 他幹嘛喔 他完全是基於現實考量 我就舉個例子 過去曾經大區的區長得罪他 他多猛 直接找人跟他拍他 結果拍出來看一個記者會 說這個大雅區長 還跟有夫之父曖昧 若要人不知除非吉莫偉 你就知道 直接跟牌 說幹就幹 他根本就沒在怕你的 所以如果說在這個時間點 他選擇跟郭台銘相背 你就知道連地方派系 大家都不看好 唯一站在郭台銘身邊的 只有自己兒子交棒 連議員都選不上的這些 實際上講這些政治前度比較黯淡的人 才會願意在他身邊繼續幫他連署 好所以董事長 今天郭台銘在第一時間裡面 站出來的時候大家就去看 你旁邊的文臣武將 你的張龍照虎 這個王朝馬漢 你要有張良 你要有韓信 你要有這些消河 全部都沒有 這些人本來是地方派系 真的連台中的後援會都不敗了 大家準備抽腿了嗎 政治人物 如果沒有政黨要出來搞的情況之下 過去宋楚瑜我最清楚 他選戰的整個過程當中 到後面跑什麼 到後面是在里長 里長後面也不見了 只有跑廟 就趕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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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廟可以趕快跑啊 沒地方跑 趕快跑到沒地方跑 我公平的啦 趕快這樣講的話 你看民眾黨到後面 一個月一定沒有地方跑的 郭台銘大嘛 郭台銘大嘛 郭台銘出來都有台面人物嘛 因為資深政黨才有台面人物 你知道之前的黨 沒有台面人物 郭台銘一個人 他怎麼跑 所以他必須要用 他我不知道 我跟你講 超能力 或是有的外太空 或是AI什麼力量 就幫他把那個連署 搞到一百萬份 這一百萬份我講簡單的 民進黨都不見得做得到 這樣搞出來給大家看 中華民國有史以來 沒有人達標過 對 你就做到這一點 承認你 你就把你的政治力 你的政治肌肉展現給大家看 你把你的團隊搞好 不要搞一些這些 這些齁齁齡齡奇怪怪的 沒有 我講他不是現在有一個發言人嗎 發言人是誰啊 黃世修 去哪裡啦 不是要出來講話啊 那另外就是 不知道你們這個每一道電視網民調 你們還有一個特別是不是 如果從這邊也可以看出 派系的氛圍 你看這個民調 我要講兩個地方 就是中張投跟雲嘉蘭 中張投雲嘉蘭 中部地區 雲林有誰 張榮衛 對嘛 老大嘛 給他聽到這樣聽到嘛 對不對 然後彰化有誰 謝典林嘛 議長給他聽到嘛 雲嘉蘭 那南部有誰 有屏東有他的人馬 什麼什麼 周典論 對不對 反正他從台中以南 看起來好像平常有很多人 幫他站台啊 幫他辦活動啊等等啊 但是你發現 我發現一個問題喔 你把他的民調 念給大家看 幾個月以來沒有動 你說8月24號的時候9點9 8月25號的時候9點8 8月29號的時候10點4 現在9點4幾乎沒有改變 不動如山 代表什麼你知道嗎 代表這些老大出來都打嘴炮 通通沒有動員嘛 沒有在動 沒有在動 這個老大下去 混音也高大 整個組織盤一動嘛 組織盤一動 民調一打就出來了嘛 因為南部跟北部不一樣 北部是看新聞 南部不一樣 你看電視啦 真的 南部聽老大啦 老大交代 我就跟你聽了嘛 很簡單嘛 老大沒有交代嘛 所以長小的嘛 整組你把長小的嘛 整組在騙郭台銘一個人嘛 所以這些所謂的 這些地方的派系老大 通通在演戲 演一個假戲給郭台銘看嘛 好 會的 剛才講的 本來以為說 我一宣布了以後 我就扶銷直上 以為我宣布了以後 我的聲勢會碾壓了 好友誼 我會審視 就怎麼會變成四面楚歌了 當然地方派系 因為國民黨要祭出黨紀 來動客的情況之下 現在開始收獵了 有的人是變成是雙壓寶 但有的人是 檯面上本來是積極表態 現在也轉區低調 但我覺得這是 美麗島電子報的一個情況 另外一個禁週刊 他們也有一個新的民調 這民調出來其實很有意思 我覺得郭台銘 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弱 他是一開始是殺卡度的情況之下 柯文哲還有27.1% 然後侯永宇16.2% 然後賴清德34.3% 但是他是 8月27號跟8月28號 也就是郭台銘宣布之後 他馬上的第一波民調 結果他說 一旦郭台銘加入戰局 變成C卡度的情況之下 柯文哲馬上從27.1% 降到了22.7% 換句話說下降了快要 五個百分點 然後柯文哲 侯永宜跟賴清德這個部分 大概下降幅度只有一個百分點 換句話說 郭台銘一旦加入戰局的話 對柯文哲的影響力是最大的 這也是為什麼你們 昨天看到的 那個計程車的那個場合裡面 因為發現 對於柯文哲來講 看到郭台銘跟溫神一樣 因為他很講說 我跟你同台 你馬上又要跟我搭做文章 所以我跟你最好 就只保持一個距離 所以你知道 我覺得這個場合 我個人認為 這非常有趣 這可以說是 郭台銘跟柯文哲 競選擂台上的第一回合 而這個第一回合 我認為郭台銘勝 當然你可以說他勝的原因 是因為感覺上 欸這個主場 明明不應該是你的 為什麼你會變成是你的 為什麼在柯文哲 致詞的時候 後面會講台灣阿民當選 這有很多的為什麼 但是郭台銘坐在主桌 而且他傳喝那三種飲料桶 說六杯 那意思是什麼 不然你坐來主桌 誰會說啊 結果呢在這種情況之下 柯文哲竟然連靠近都不敢靠近 你要知道欸 昨天 簡書培是有到現場的 簡書培說 他到現場看到穿白色柯P衣服的 至少有四十個人 然後呢 柯P旁邊的人到現場的 就是那個有站在台上的 加起來超過五十個人 應該是有的 那為什麼從頭到尾 沒有人要跟他同一桌 或是沒有人敢跟他進行一個 不管說你是同台較勁 或者是什麼都可以 因為他很清楚的知道 一旦他現在靠過去的情況之下 以郭台銘主要的西的票的 都是針對柯文哲這個部分 所以他就要盡量避開這個場合 那我認為 有些人看到柯文哲這樣的做法之後 會覺得說奇怪了 你怎麼感覺這樣好像不敢站 未站俱站 也不敢跟郭台銘同一個場合站 然後你不要覺得 你沒聽過 你怕他 你怕他情況 那你當然怕他 你靠近他 我躲很多人 我不見得怕他 但躲是要躲的啊 但是民調 不關神一定要躲的啊 民調顯現出 他對他確實是有影響 而且有趣的來了 另外一個看到的情況是 九月三號又有另外一場 新北市的建設職業工會的 一樣是所謂的普渡 但有趣是什麼呢 他們廣發 歡迎所有的運獎大哥來 然後免費 那如果是免費的話 那請問這個場合 誰出錢 所以這後面到底是不是 郭台銘的超能力在運作當中 而這一場一場一場運作下去的話 會不會真的讓他的民調有所加溫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他為什麼要針對建設族群 因為很多建設族群當年是打BNT 所以我每天在做建設 很多建設司機都說 他們為了BNT這個是可以支持 我跑政治30多年 我一直相信台灣 相信民主 我一直相信整個總統大選 是國家路線總動員 是國家方向 這是一個談價值不是談價格 如果今天超能力 可以決定台灣的未來 我只有佩服 我完全無法理解 如果用超能力可以解決 去左右台灣的前途 那完全就打翻了 我過去對台灣政治的認知 不過呢 體會 現在更妙事 在美國的威斯康星州 我靠現在 翻臉了 爛尾樓嘛 因為知道郭台銘以前說 承諾川普說要投資 威斯康星州不是嗎 結果蓋了工廠沒蓋完 沒蓋完之後 結果後來2020年的選舉那一場 其實在威斯康星州 共和黨慘輸啊 你知道本來這是搖擺州 那如果說你真的像 照川普這樣投資下去來講的話 可能的確可以拉攏一些選票 但是最後來講的話 因為他沒有弄完 做事做一半 早變成州長也被搶去了 然後整個州來講的話 也是倒到拜登那邊去 那基本上你看到 現在拜登在執政嘛 你說因為我去投資 然後威斯康星州全部倒了 對 就是因為他本來是搖擺州 本來川普的意思是 希望你來投資之後 能夠穩固他共和黨的這個選票 結果後來沒達成 結果你得罪了川普之後 因為你東西沒做好 因為你蓋了浪尾樓 現在浪尾樓還要出售 然後呢得罪了川普 得罪了共和黨 結果呢拜登也對你不爽 因為你怎麼就放川普來搞我咧 所以拜登現在也不會對Terry郭比較好 所以等於說Terry郭一個人 就搞垮了共和黨跟民主兩黨 那你以後如果他真的當總統 他怎麼做對美外交呢 這一塊來講的話 美國兩個重要政黨都被他得罪了 還有一件事情更加嚴重 美國對現實了 誰呢我就得談啊 是 還有一件事情更加嚴重 因為他啊 鴻海找了三星的這樣的一個 以前的高管 還有以前也當過這個 海力士的副社長 叫做崔真士 那這個人呢 他基本上跑去西安 想要做什麼事情 想要去蓋20奈米的半導體工廠 結果他偷取了這個三星的相關機密 在今年6月的時候呢 結果被韓國的這個檢查 檢查官的起訴 而且18頁的起訴書裡面寫得非常清楚 那後來現在鴻海也跟他這個人解除關係 這證明一件事情什麼東西呢 就是說其實他也得罪了韓國這一邊的 因為韓國不想要把這個技術輸出 那這個人就是騙子 他把這個三星東西要偷出去 然後接下來他東西也做不成 在中國那邊西安也沒拿到這個 這個所謂的半導體的工廠 所以那邊中國也得罪 而且現在中國非常非常關注這個郭台銘的動向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認為說他可能破壞所謂的非綠的大團結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任何一個場子 所有中頻社的媒體 還有中國的相關的這個官媒呢 全部都緊盯著郭台銘的動向 那現在來講的話他一個人等於得罪了中國 得罪了韓國得罪了日本 因為他上次這個併吞頭七八的事情 那安倍晉三的政府整個對他 極力的這個所謂的阻擋 然後再得罪了美國的兩個重要政黨 到底他能夠得罪誰 他不是得罪國內的所有人 他也得罪了國際上所有的朋友